新人穿越道上一大一小想要过马路 但没有一台车放慢速度 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直到第十一十二台车通过 终于有了一个空档 十岁小女孩蹦蹦跳跳往前冲 又被一辆白色休旅车吓到逗退路 家长也干净把人拉回路边 还有穿制服的学生 用跑的通过路口非常危险 网友气愤留言 这些驾驶应该全部检举下去 地点在台中市南屯区 中永宝山东而路口 靠近工业区 车流量非常大却没有号指灯 还有黑衣男子站在路中间 十几二十台车经过 就是没人要让现象还生 小朋友的高度 汽车看不到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可以设一个说 我人要经过 我去按那个按钮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行人通过了 立法院三读通过 未来钥匙汽机车不离让行人 最高可罚六千元 虽然罚款变高了 多数用路人似乎无感 只是罚者会犯错的人 还是持续会犯 因为他们没被罚过 路口没有号指灯规范 警方统计短短四个月 这个路口就发生两起车祸 用路人观念再不改 台湾就很难摆脱 行人地域的骂名 记者春光人云杰台中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请不吝点赞 打赏